如今提起朱玲玲,或许很多网友还是会率先想到,她两架百亿富豪的传奇故事。 但是,两架豪门的知名女性并不止朱玲玲一个,朱玲玲之所以能成为最瞩目的那一个,完全是因为她即使离了婚,还能跟前夫一家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 而更让外界震惊的是,就连她的现任丈夫罗康瑞,也能跟她的前夫一家保持着相当和睦的关系。 前段时间,郭晶晶和霍启刚带着三个孩子去云南旅游,在跟他们一起出游的那群人里,我们不仅能看到郭晶晶的妈妈,还能看到霍启刚的妈妈朱玲玲。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看到了朱玲玲的现任丈夫罗康瑞,也就是说霍启刚竟然跟她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一起外出旅游了。 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来,霍启刚私下跟母亲现任丈夫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而她跟罗康瑞之所以可以走得这么近,肯定是要得到霍家的允许才行,尤其是要得到父亲霍振婷的同意才行。 这么看来,以霍振婷为代表的霍家,真的向外界展现了他们家的顶级格局。 看到这里,我们就该明白为啥霍启刚可以节节攀升了。 这次的云南之行,我们还看到了一张的难得的大合影,只见这张合影里, 罗康瑞和郭晶晶霍启刚夫妇俩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而朱玲玲则搭着郭晶晶母亲的肩膀,站在靠边的位置,仅从这张合照的站位。 我们就不难看出来,朱玲玲跟郭晶晶的母亲走得相当近,他们俩的关系应该很好。 而且,朱玲玲那十分自然的搭肩动作,还再次展现出了她平易近人的好性格,她是一点豪门阔泰的架子都没有。 不过,这张合影的重点显然不在朱玲玲的身上,而是在她现任丈夫罗康瑞的身上。 要知道,罗康瑞和郭晶晶霍启刚夫妇俩之间只隔了一个人。 贴开跟他们合影的当地人之外,他们三个人站在最中间的位置,无疑是向外界展现了他们三个人在这一群人中的重要地位。 而且他们三个人还离得近,并且笑得还十分开心,脸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尴尬的神情。 这些种种,无疑是在说明罗康瑞和郭晶晶霍启刚夫妻俩,私下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要知道,罗康瑞不仅能跟霍启刚一家旅游,前段时间,他还亲眼见证了朱玲玲的小儿子霍启人求婚成功。 这些种种,足以说明朱玲玲留在霍家的那三个儿子,他们已经完全接纳了罗康瑞这个继父,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自然要得到父亲霍振婷的点头同意才行。 而这就不得不提,以霍振婷为代表的霍家的顶级格局,尽管2005年,朱玲玲和霍振婷宣布离婚的时候,外界是众说纷纭,称朱玲和霍振婷的离婚过程并不愉快, 毕竟他们离婚的导火索是霍振婷与某美女主播的绯闻,而且像霍家这样的豪门清流,他们也是不希望看到长子离婚的。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一次又一次地打脸了,那些唱衰朱玲玲和霍家关系的人,首先,他们俩离婚压根没有撕起来。 朱玲玲选择净身出户,三个儿子也全留在霍家,对于她的这个选择,起初外界并不理解, 但渐渐地,所有人都折服于她的远见。 毕竟她的三个儿子还留在霍家,作为长子的后代,他们势必要继承霍家的大部分财产,她没必要跟她的亲生儿子争财产。 而朱玲玲的通情达理给她换来的,自然是霍家所有人对她的尊重。 她离婚之后,霍家不仅没有说过她的一句坏话,也允许她很快就公开了跟罗康瑞的恋情。 最关键的是,2006年霍英东去世的时候,朱玲玲还得以用霍家儿媳的身份出席霍英东的葬礼。 要知道,在葬礼上,她不仅能站在霍振婷的身边,而且她还一直陪着她的前婆婆吕燕妮。 任谁看了她们三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都不会意识到那时朱玲玲其实已经跟霍振婷离婚快一年了。 其实从那时起,外界已经感受到了霍家的超高格局,毕竟换作是一般人,也很难再跟自己的前夫一家人和谐相处了,更何况是被利益包裹的豪门呢? 在这之后,霍家的一些重要场合,尤其是与霍启刚三兄弟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总能看到朱玲玲的身影。 而且,她的每次亮相,不管是站位,还是座位,全都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无疑再次展现了霍家对她的尊重。 而这次罗康瑞得以跟霍启刚一起外出游玩,毫无疑问,也是霍家给朱玲玲的面子,毕竟她一直跟霍家走得这么近,霍家也要主动靠近她的新家庭才对。 当然,在外界看来,霍家能一直和朱玲玲维持如此友好的关系,如今又跟她的现任丈夫罗康瑞走得这么近,全都是为了他们新一代的继承人考虑。 我们都知道,如今霍启刚可是香港政坛最闪耀的一颗星,她现在身份众多,而且还很年轻,未来在政坛,她肯定是要更上一层楼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身处的家族,她的父母和家人都能和谐相处,没有任何的八卦绯闻,也不会因为一些争夺和矛盾,从而成为外界的谈资,这样才更有利于她的事业发展。 或许就是考虑到这一点,跟朱玲玲离婚的这快二十年来,霍振婷一直都没有再婚,也没有传出她的任何绯闻。 明明已经七十八岁的她,不仅没有退休,还一直在为儿子的事业奔波着,看到这里,我们就该明白,在霍家这样的顶级豪门里当长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好在,霍启刚这几年是节节攀升,马上就可以独当一面了,而霍振婷也快要把接力棒交到霍启刚的手上了,希望她能不负众望,让霍家继续成为豪门界的清流吧。 说起朱玲玲,那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想当年,她可是港姐出身,一嫁就嫁进了霍家,成了霍振婷的夫人。 霍家,那可是香港数一数二的豪门,嫁进去就等于是踏进了金窝营哦。 不过,豪门生活虽然光鲜亮丽,但背后的心酸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这不,朱玲玲和霍振婷的婚姻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两人在2005年宣布离婚。 离婚后的朱玲玲并没有因此与霍家疏远,反而和前夫家族保持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关系。 这可不简单,要知道,在豪门里,离婚往往意味着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 但朱玲玲却是个例外,她不仅和前夫霍振婷,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和前婆婆吕严妮关系融洽,经常一起出席家族活动。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朱玲玲的现任丈夫罗康瑞了。 罗康瑞也是个百亿富豪,和朱玲玲结婚后,她并没有因为妻子的过去而有所芥蒂,反而和霍家打得火热。 两人经常一起参加霍家的活动,罗康瑞还成了霍启刚他们的好朋友。 这罗康瑞也是个人物,她不仅生意做得好,还懂得人情世故,和霍家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朱玲玲也是个爱热闹的人,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有一次,她就和郭晶晶、霍启刚一家去了云南旅游。 这郭晶晶可是霍启刚的老婆,也是朱玲玲的儿媳妇。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去了云南,玩得可开心了。 朱玲玲和罗康瑞也一起参与了这次旅行,他们和霍启刚夫妇以及孩子们一起拍照,一起吃饭,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朱玲玲和罗康瑞的关系也是好的没话说。 两人结婚后,一直恩爱有加,罗康瑞对朱玲玲也是呵护备致。 她不仅支持朱玲玲和前夫家族保持联系,还经常陪朱玲玲一起参加霍家的活动。 有一次,霍启人求婚成功,罗康瑞还特意去参加了庆祝活动,和霍家人一起分享喜悦。 霍家对朱玲玲也是相当尊重。 当年朱玲玲和霍振婷离婚时,霍家并没有因此而对朱玲玲有所不满,反而允许她公开和罗康瑞的恋情。 这可是相当难得的事情,在豪门里,离婚后再嫁往往会被视为不忠不义,但霍家却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尊重朱玲玲的选择,也欢迎罗康瑞成为他们家族的朋友。 说到霍家,那就不得不提霍英东了。 霍英东是霍振婷的父亲,也是霍家的创始人之一。 当年霍英东去世时,朱玲玲还以霍家儿媳的身份出席了葬礼。 这可是个相当重要的场合,朱玲玲能够出席也说明了她在霍家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有所改变。 霍家是个大家族,人数众多,但家族关系却一直保持得很好。 霍振婷作为霍家的长子,一直起着带头作用,她和朱玲玲保持友好关系,也为家族和谐做出了贡献。 霍启刚作为霍振婷的儿子,也是相当有出息。 她不仅娶了郭晶晶这样的好老婆,还在香港政坛崭露头角,成了家族的新星。 霍启刚的政治生涯也是相当顺利的。 她有着家族的支持和背景,自己又努力上进,很快就在香港政坛站稳了脚跟。 家族的和谐也为她的政治事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毕竟,在政坛上,家庭背景和个人形象都是相当重要的。 霍启刚有着这样的优势,自然能够在政坛上如鱼得水。 霍家对新一代继承人的考虑也是相当周到的。 她们不仅注重家族成员的个人发展,还注重家族形象的维护。 霍振婷离婚后并没有再婚,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支持儿子霍启刚的事业上。 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家族和谐,也有利于霍启刚在政坛上的发展。 说到这,咱们也不得不佩服朱玲玲的智慧和远见。 她虽然两架百亿富豪,但却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 她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懂得如何与前夫家族保持友好关系,更懂得如何支持现任丈夫的事业。 这样的女人,难怪能够赢得豪门家族的尊重和喜爱。 总的来说,朱玲玲和霍家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八卦小说,充满了曲折和离奇。 但无论如何,她们都能够保持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关系,这也是相当难得的。 希望她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为家族和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时,也期待霍启刚能够不负众望,继续为家族荣耀而努力。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